大家好,我是Elene,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据销售员在社媒上释出消息 传闻已久的GSC GS3 MZOME将从2月2日开始在雪龙地区展开巡回并展出开放预定 同时顶配车型也会有更运动化的表现 新车的预计售价是在11万马币起 随着我们之前多次的报道,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好奇全新的GS3引述什么时候会来到大马 而近期有消息指出新车很快就要来了 因为原厂将从2月份开始带着这款车在雪龙地区巡回展出 同时原厂也有可能会同步开启新车的预定,你期待吗? 据悉新车在大马版将拥有双车型选项 分别是入门的Executive及跟运动化的Arstall车型 其中GC Arstall车型会有可调试中间双出排气尾管 天窗,可随着驾驶模式切换的氛围灯,电动尾门,自动bugging功能等等 而Apple CarPlay将是全车系的标配 这一点绝对是它的一大卖点 另外这款车将搭载1.5L TGDI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引擎 重点是4缸引擎,匹配的是7速4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为174hp,峰值扭力表现270Nm 中国官方数据最快0-100加速只需7.5秒即可完成 这个加速基本上在本地的B segment中绝对是排名前例的 而且它的官方综合油耗仅6.18L per 100km 听起来是真的很省油,不过实际如何?还是要检测过才知道 而且这款车的预计售价可能会落在马币11万左右 如果是这个价位的话,你们会考虑买单吗? 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 这里再小小报道一下 原厂在1月31日将会举办媒体预览 届时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报道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哦 第二则新闻,Hornal Malaysia早期正式公布2023年成绩单 仅凭着WRV、HRV、CRV及Civic的出色表现 他们去年在大马的销量再次突破8万两大关 也让他们连续10年蝉联大马非国产乘用车销量第一的宝座 绝对是一个值得庆祝的里程碑 那在2023年,Honda Malaysia最好卖的三款车分别是City、HRV及City Hatchback 其中City就占了总销量的30% 而原厂旗下的WRV、HRV、CRV及City 也分别夺下各自集聚中的销量冠军 可见他们的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另外,随着近年Honda积极的推动EHEV混动车型 去年原厂的混动车型销量也迎来了87%的暴涨 全年一共售出超过7700辆EHEV车型 占了总销量的28% 有着相当正面的增长势头 最后再次恭喜Honda Malaysia以亮眼成绩当完美的结束2023年 虽然原厂暂时还未公布2024年的新车计划 但是按照往年的惯例 原厂可能会在农历新年之后 就会放出消息今年会在我国引进什么车款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今年又有什么新搞作吧 那不知道大家去年为Honda的销量贡献了多销量呢? 第三则新闻 最近我们从相关渠道发现Proton P890B这款车正在研发当中 从车型的代号我们可以看出 这款车极有可能是一款Proton自研车型 而早期就有消息指出Proton正在研发新一代的入门车型 而这款车很有可能就是Persona和Saga的代替者 那目前的Proton Saga以及Proton Persona都是在2016年推出的新车 所以为旗下的入门车款更新已经是势在必得的事情了 虽然这两款车加起来平均每月的销量在7000到9000辆 这两款车型是原厂主要的销量担当 但是为了更好的整合资源 GC Saga和Persona将会整合成一款介于A和B segment之间的新车 而马币6万以上的市场将会交由Proton S70负责 因为传闻指原厂有意在未来为S70新增Standard版本 这个版本将使用全新的1.5升的自然近期引擎 而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攻打更入门的市场 不过这个Standard版本据悉只会在S70 MC2才推出 所以绝对不是近期的事情了 第四则新闻 随着新一年的到来 近日由MW Toyota也近悄悄的调整了Toyota Corolla Cross在大马的售价 这一次全车系售价都迎来了上涨 其中占价幅度最高的达到了马币4000 占价后的GR Sport车型要价马币146000起 这一次全车系四个车型的价格都稍有调涨 其中最入门的1.8G车型价格小占500块 也就是说这个车型的起步售价会从130900块起跳 另外版本和Hybrid车型同价的GRX车型占价最多 直接超越混动车型成为这个车系在大马售价最高的车型 那目前我们暂时不知道这一次的涨价是因为什么原因 不过根据我们在官网上所查到的最新价格表 Corolla Cross的新车售价从几日起正式生效 也就是说你现在去订车的话就是跟着最新的售价 不知道这一波涨价会不会影响你选择这一台车呢? 欢迎评论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哦 最后一则新闻作为极力控股旗下的高端品牌之一 最近有传闻指出Polestar 2将在2024年引进大马市场 Tesla又有一个更强更劲的对手了 Polestar 中文名为极星原本是窝窝旗下的性能部门 但是在2016年原厂将这个性能部门独立出来化身为高端品牌 其中首款产品Polestar 1基于S90打造 但是采用了双门股贝的设计风格 并且拥有极为出色的性能 之后Polestar 2横空出世 奠定了这个品牌的性能源步伐 Polestar 2目前拥有后轮驱动标准版 后轮驱动长续航版本以及全轮驱动长续航版本 其中全轮驱动长续航版本的综合最大马力为421hp 峰值扭力740Nm 其配备了78kWh的电磁组 最大续航可达到650km 0-100km加速只需4.5秒 至于再充电的部分 这款车支援的是150kW的DC快充 以及11kW的AC充电 这款车的主要对手为Tesla Model 3 因此引进本地市场的话应该会很有看头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传闻指出 Polestar会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这应该是和DRB Highcom 以及吉利高科技汽车园区有关 那么各位会期待Polestar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吗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每周360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Elaine 今天先到这里啦拜拜